Remnant们,大家好,先一起来看看上周大家完成的mission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爱让我用祷告 开始今天一天吧 为了你我微笑全世界 见证几足爱的人们 圣爱让我用祷告 开始今天一天吧 为了你我微笑全世界 见证几足爱的人们 用着祷告的力量学人 祝辞的祝福的一日 帮助给我的今天 在生活中用祷告运转一切的人们 圣爱让我用祷告 开始今天一天吧 圣爱让我微笑全世界 见证几足爱的人们 圣爱让我微笑全世界 见证几足爱的人们 圣爱让我感觉 発思雨 提出两天吗 昂能 changes in ourIR speaker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next 圣爱让我 hadn't been accomplished 中文字幕 辞出нь 我没开眼下 所导致出生命我期了 哦哦十分感谢 我是祝福的健壮人 去见的 聆听话语 就在看见盈遇 去见的 当高的花 就在看见盈遇 Ramnant们 今天为了向父神献礼拜 坐在这里的每一位Ramnant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 大家上周的明星作品 完成得太好了 怎么样 做的时候难不难啊 应该挺不容易的吧 但是大家都做得特别特别好 做好了祷告坐垫 我们Ramnant们坐在上面祷告 享受过哪个时间 以后呢就算没有祷告坐垫 Ramnant们一个人 也是能够随时随地祷告的 Ramnant们从小时候起 也就是从现在起 和神约好了 做出了可以享受 属灵顶峰的空间 可能有些小朋友 现在不会做祷告坐垫 趁着这个机会 试试看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选拔 这个星期的TopRamnant了 做祷告坐垫 做得最棒的小朋友 今天的TopRamnant 会是谁呢 就是 Hanly Lam replied 真的做得特别特别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Hanly L Zhang 它首上真的是什么呢 那个红红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作品吧 嗯,现在好像全家都触动了 不只是Yui在做 一家人都在忙个不停呢 哥哥Tei,Yui都在忙着呢 再往后边看看吧 哇,现在连最小的妹妹Rui也一起参与进来了 三个人都做了祷告做点 嗯,做真的做得好棒啊 二三七一致顶峰还贴上了十字架 真的做得太棒了 妈妈,爸爸,嗯,为了帮助兄弟三人 兄妹三人完成使命,真的辛苦了 兄妹三人或跪着或坐着 正在祷告做点上向神祷告呢 最小的妹妹Rui正学着哥哥姐姐祷告的样子一起祷告呢 去年Rui的手被烫伤了 伤情很严重 但现在她手上的伤都好了 正握起双手向神祷告呢 咦,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家里做的这个是什么呀 仔细看看的话 那上面还贴着圣经的经文 哥哥和妹妹两个人正在刷着什么呢 鱼黑也跟着哥哥姐姐后面忙个不停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他们必听你的话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 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遇见了我们 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为要祭司 为要祭司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出埃及记 三章十八节 阿门 阿门 哇 现在大家该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了吧 对 没错 他们在家做了门框 一边背诵血气的应许 一边在上面抹上 用水彩颜料做的养血呢 真的真的好厉害哦 这样做的话 经文很容易就能背下来 就算长大了 也还会深深地留在心里 真的真的太好了 所以这周的Top Remnant 就是和Yuhi Remnant 到了送礼物的时间了 为了让Yuhi 能够和哥哥 妹妹 爸爸 妈妈 好好一起享用 今天 我们送出去的礼物就是 炸鸡 送给Yuhi全家炸鸡 不光有炸鸡 还配送了饮料哦 就像这样 一边被顺经经文 一边做作品的话 能够更好地理解出 乖乖机记三章十八节写计的话语 也能帮助我们深深刻印下来 其他小朋友们也做得特别棒 下次我们选拔Top Remnant时 会选拔那些早上一早起床 好好完成祷告手册的Remnant 礼拜前好好刷牙洗脸 换上干净 准洁的衣服来做礼拜 这样的Remnant们也会被选拔为Top Remnant的哦 对着爸爸说 爸爸我爱你 亲亲爸爸的Remnant们 以后也会有机会被选拔为Top Remnant哦 妈妈做家务的时候 好好帮助妈妈的小朋友们 房间收拾得最干净的小朋友们 细心照顾弟弟妹妹的小朋友们 以后我们也会从这些小朋友中挑选Top Remnant哦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礼拜了 大家等了好久了吧 今天能够向父神仙礼拜太高兴了 向神仙礼拜太开心了 这么想的小朋友们 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 全体起立 都站起来吧 今天能够向父神仙礼拜太高兴了 太开心了 这样的小朋友 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吧 我们都站起来 用舞蹈 用我们的歌声 一起来放声赞美吧 一起来唱梦想的主人公吧 我们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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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的梦想 在不音里 你就拥有这个梦想 全人的梦想 全人的梦想 从华宇宙 这梦想从此属于你 成真人的梦想 成真人的梦想 陪来路上 你就拥有这个梦想 全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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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里 这梦想从此属于你 在问题面前 绝不要灰心 想找到梦想 直路大不兴 你是这儿女人们 梦想主人公 单单关心 这梦影 跟随着火雨的流程 我们来大声告白 我是神的儿女 是这儿女人们 梦想主人公 要改变全世界的 胜利的主人公 我们来大声告白 我是神的儿女 发现的梦想 在不言里 你就拥有这个梦想 全人的梦想 从华与众 从华与众 这梦想 这梦想从此属于你 成真正的梦想 成真的梦想 成真正的梦想 成真正的梦想 是神的梦想 成真正的梦想 你成真正的梦想 你的梦想 本olare 跟随着火雨的流程 用在绝对 fundo donating C!C!E!I!D!D! C!E!I!D! 救火王的你是愚蠢呢 救火这世界的神的儿女 长久那应许之梦的你 是走向那路的梦的主角 住所私下的梦会渐渐张开 享受那梦并且等待的你 跟随着梦想的足迹 跟随着欢愉的引导 一步一步行走这长一续的旅程 我向这身仙上感谢 我朝着出现上赞美 要成为救火时代的顶峰 各位Ramant们 树林顶峰们 我们一起来放声赞美吧 如所私下的梦会渐渐张开 我们一起来 享受那梦并且等待的你 是乱乱乱乱 跟随着梦想的足迹 跟随着欢愉的引导 一步一步行走这长一续的旅程 我向这身仙上感谢 我朝着出现上赞美 要成为救火时代的顶峰 礼拜几中 花语几中 祷告几中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树林顶峰 既能顶峰 文化顶峰 有此祝福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礼拜几中 花语几中 祷告几中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树林顶峰 既能顶峰 文化顶峰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救火自己 救火教会 救火世界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福音充满 花语充满 生命充满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你在几中 花语几中 祷告几中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树林顶峰 岂能顶峰 文化尽峰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救火自己 救火教会 救火世界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福音充满 福音充满 花语充满 圣灵充满 以马内里 有此祝福 我是愿爱们 现在我们用赞美 将祷告献给神 敬拜神的这个世间多美好 和当大的祝福领导 求助祝福 求助此彼 成就的应许 敬拜神的这个世间多美好 和当大的祝福领导 求助此彼 以成就的应许 这宝贵 又模糊的礼拜 浩瀚无边的善诞 我先生感谢赞美 愿意道高爱 彼此建立 快让主的国度降临 敬拜神的这个世间多美好 和当大的祝福领导 求助此彼 成就的应许 这宝贵 又模糊的礼拜 父神啊 求您 让我们被圣灵充满 敬拜神的这个世间多美好 敬拜神的这个世间多美好 和当大的祝福领导 这宝贵又忙糊的礼拜 求助此彼 求助此彼成就的应许 敬拜神的这个世间多美好 和当大的祝福领导 求此彼成就的应许 这宝贵 和当大的祝福领导 和当大的祝福领导 求此彼成就的应许 这宝贵又忙糊的礼拜 接下来 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 来告白我们的信心吧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我信永生 阿们 今天有请金鲜恩 为礼拜带导 神啊 谢谢你 你拯救了我 呼召我为 救活237个国家的remnant 感谢你 虽然很多人丢失了应许 成为了奴隶 但通过摩西 再次恢复了基督的应许 就像这样 神啊 也让我们像摩西一样 提前看到 向很多很多人 传递应许吧 金奇泽牧师 金多喜老师 和幼儿部 所有的老师身上 求主赐给他们圣灵充满 和灵力智力体力 人力 经济力 确立起237 医治 顶峰的remnant吧 今天 一起做礼拜的 幼儿部的小朋友们 神啊 让我们都能 好好听神的话语吧 谢谢你 佛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Remnant们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语 也是明天要看到祷告手册 以及一首当中我们要回顾的话语的题目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 请大家跟我读 提前看见的萨姆尔 再来一遍 提前看见的萨姆尔 神的灯 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 还没有熄灭 萨姆尔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萨姆尔 萨姆尔说 我在这里 萨姆尔记上三章三到四节 神哪 求您也赐给我一个儿子吧 神哪 就像其他人那样 求您也赐给我一个儿子吧 哈纳每天在神面前不住地祈祷 但她还是没能生出一个儿子 为什么呢 圣经当中是这样记载的 耶和华不使哈纳生育 耶和华不使哈纳生育 哈纳每天每天都向神祷告 但神没有赐给她儿子 没有祷告英云 也是英云 为什么啊 因为有神的大计划 哈纳每天都上耶和华的殿 祈祷耶和华 有一天她明白了神的心愿 神的旨意 是啊 我要的不该是一个儿子而已 以色列每天都在遭受着痛苦 菲利是时不时的就来欺负我们 我们快活不下去了 每次都被欺负 有什么好的都被抢走了 我们以色列 以至以来 不是成了奴隶 就是成了俘虏 以色列百姓们 并不相信耶和华神 以为人手所造的那些偶像是神 他们都在拜那些偶像呢 那些偶像才不是神呢 可是人们以为那些是神 都在跪拜呢 对啊 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 求他给我一个儿子 有没有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神最心愿的人 对啊 需要的是那样的一个儿子 需要的是那样的后代啊 抹上羊血后就解放出来了 需要的是知道出埃及 允许的拿下人 需要的是知道血迹是什么的 remnant 这地上真正需要的是知道 耶稣是基督 知道这允许的remnant 现在偶像里面的以色列百姓们 不信神的以色列百姓们 需要能让他们归回耶和华的一个remnant 神呢 您若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养育他成为恢复血耶的拿下人 您若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养育他成为完全克一下基督应许 与福音的拿下人 也必养育他成为叫全一丝的百姓 都归向耶华的拿下人 就这样 汉拿明白了神的心愿 知道了拿下人的应许 向神祷告的哈拿 神赐给了他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叫萨穆尔 萨穆尔就是向神祈求得着了这样的意思 今天在这儿做礼拜的小朋友们 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 就是拿下人 也就是remnant 各位remnant 请跟着我告白 我是被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女 再跟着我告白一遍吧 我是救活这地的存留者remnant 在哈拿的祷告里出生的remnant萨穆尔 真的跟世上那些孩子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萨穆尔啊 你是救活这地的拿下人 所以你从小就要在圣殿里生活 我 萨穆尔 从小就知道了耶华神 知道了礼拜 成长为了树林顶峰 他是从小被分别为圣洋育起来的 圣经当中这样讲道 童子耶和萨穆尔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祭司以利睡在圣殿里头自己的房间里 但萨穆尔他睡在哪里呢 萨穆尔啊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不想睡在我的房间里 我要睡在有月贵的耶华的店里 哎呀 这里有风吹进来很冷的 快去你房里睡吧 不不 不不 我最喜欢睡在有月贵的耶和华的店里了 萨穆尔躺在了哪里呢 有月贵的耶和华的店里 嗯 这是什么意思啊 萨穆尔不睡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睡在了有月贵的耶和华的店里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萨穆尔从很小的时候 最最最喜欢的就是神的应许 萨穆尔 萨穆尔从很小的时候起 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教会 享受树林的顶峰 小朋友们还记得萨穆尔的妈妈哈拿的祷告吗 不是和别人一样的儿子 而是这地上真正需要的拿下人 明白了拿下人的应许 而祷告的哈拿的祷告 在这祷告中成长起来的萨穆尔 从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 他喜欢的东西和别的小孩子不一样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放着月贵的耶和华的店 就这样有一天 萨穆尔啊 萨穆尔啊 哦 是以利基斯在叫我吧 哦 快过去看看 基斯基斯 以利基斯 您叫我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要吩咐我的吗 哦 我没叫你啊 哦 快去躺下睡觉吧 我没喊你啊 好奇怪啊 刚刚分明有个声音在喊我 萨穆尔又一次听到了喊他的哪个声音 萨穆尔 萨穆尔啊 哦 明明在喊我呀 是基斯在喊我吧 快过去看看 你又喊我了吧 基斯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这么回事儿 我不一直在睡觉吗 你也快点回去躺下睡觉吧 好奇怪啊 明明喊了我的名字 这次 萨穆尔又听到了喊喊他的哪个声音 萨穆尔啊 萨穆尔啊 基斯 在喊我的名字 从刚刚起就一直在喊我的名字 我清清楚楚的听到了您在喊我的名字 基斯 您喊我有什么事吗 什么 一粒祭司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唤这个孩子啊 萨穆尔啊 还会有声音在呼唤你一次 到时候你要这样回答 耶和华 听说 仆人静听 果然 那个声音 果然 那个声音再次呼唤了萨穆尔 萨穆尔啊 萨穆尔啊 耶和华啊 请说 仆人静听 就这样 在有约贵的耶和华的店里 萨穆尔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 耶和华神将今后要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了萨穆尔 萨穆尔从小就离开父母生活 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吧 但是 萨穆尔享受了鼠林顶峰 听到了神的声音 小朋友们 上周大家做了祷告座殿 都在那儿祷告对吧 都坐在座殿上做你们的祷告手册对吧 大家从现在起坐在那个祷告座殿上 做祷告手册 向神祷告 从小就养成这种体质吧 就这样享受树林顶峰的话 神会通过话语让你们提前看见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 今天话语的题目就是 提前看见的萨穆尔 萨穆尔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萨穆尔长大后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落空 这是什么意思呢 神在通过萨穆尔讲述神的话语 萨穆尔叫来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各位 菲利士欺负我们到如今 伊利基斯和他的儿子们都死在了战争之中 神的约会也被菲利士人夺去了 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种痛苦之中吗 我们不是抛弃了一个华神 转去释封了偶像吗 女人的后裔咬伤蛇的头 这福音我们都丢失了 抹羊鞋的那天就出了埃及 这永续也全被我们搞丢了 我们都忘了神曾指示的血迹 以色列百姓们呢 我们全部举到弥斯巴去 举到弥斯巴 一起向神祷告 向神悔改我们的过错 求神饶恕 我们一起向神祷告 聚在弥斯巴的以色列百姓们 什么都不吃 所有人都在神面前悔改 哭着说自己做错了 并向神祷告了 神啊 我们在烟花神您的面前犯罪了 我们在烟花面前犯罪了 他们扔掉了所有的偶像 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大声呼求 烟花的名向烟花神祷告了 聚在弥斯巴的所有以色列百姓 都流着泪向烟花神祷告了 就在这个时候 费力士军队攻打进来了 他们要进攻那些聚在弥斯巴 什么都不吃 只是向神祷告的以色列百姓们 这紧要关头 萨姆尔做什么了呢 如果是你的话 这种情况下 你会怎么做呢 赶快逃跑 还是去和费力士军人打仗呢 什么都做不了的这危机情况下 萨姆尔他做了什么呢 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面对攻打进来的非力士军人 萨姆尔没有站出来迎战 在这个紧要关头 萨姆尔抓住了一只羔羊 在烟花神面前献了血迹 大家还记得吧 摸羊血迹的日子 以色列就出了埃及 献血迹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也要抓羊献血迹吗 现在也是一样 献血迹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信这应许 耶稣基督过来 解决了三个根本问题 第一 耶稣基督过来 钉死在十字架上 解决了我们一切的罪的问题 罪是什么 离开神不认识神的罪 这就叫做原罪原罪 人们就这样离开了神 不认识神 遭受着各种痛苦 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没有任何理由去活在诅咒与灾阳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耶稣作为真祭司过来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有的人都活在离开神的原罪之中 没有办法遇见神 再怎么善良也无法遇见神 学习再好 上了电视 成功了 赚了很多很多钱 也是没办法遇见神 也不能得救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上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神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就这样 耶稣为我们打开了 遇见神的道路 我们把这个称为真先知 归根结底 有一个叫人灭亡 把人拖进地狱的存在 没有一个人 告诉过我们这一存在 只有神的话语 圣经中才告诉了我们 这一存在就叫撒旦 也叫魔鬼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咬伤蛇的头 讲的就是这个应许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耶稣 耶稣作为除灭魔鬼的真王过来了 赛摩尔 赛摩尔持定了应许 向神泄了血迹 就是这一刻 圣经中是这样记载的 当日 耶和华大发雷声 惊乱菲利士人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神教天上出现了闪电与呼噜噜的雷声 让菲利士人全部败在了以色列人面前 这就是在米斯巴发生的事情 在米斯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 萨摩尔把以色列人都叫到了米斯巴 他们一起向神祷告的时候 菲利士人攻打进来了 就在那个时候 萨摩尔献了血迹 持定了应许 向神献了礼拜 现在我们每天做祷告手册 享受树林顶峰 这样祷告 这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对吧 才不是呢 持定应许 祷告的人 他们所去的每个地方都会得胜 只要做礼拜就行了吗 对 只要做礼拜就行了 只要持定神的应许 做礼拜的话 就必定得胜 得让我们的remnant们 成为这样的remnant 从小就享受 树林顶峰的remnant 献礼拜的remnant 想耶华神祷告的remnant 就像这样 萨摩尔不战而生 这就是在米斯巴兴起的米斯巴运动 通过萨摩尔 全以色列百姓 在米斯巴归向耶和华神 面对强大的飞力时 他们不振而生 风声全遍了全世界 就像这样 通过你们 通过今后你们要去的学校 职场 现场 一定 一定会兴起 救活我们国家 救活全世界 二百三十七个国家的事情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的remnant们 父母们 老师们 愿你们牢牢持定住这应许 现在我们记住 神赐给我们的身份与权柄 一起来唱记住吧 这首赞美 并把我们准备的奉献献给神 真 Gee 看得见的并不是全部的 还有更大的祝福 主耶书 és z Bomba 马 innp 因此问题都结束了 当你集中与这应许的时候 错误想把丢弃无影 总请记住你的身份全笔 记住笔长久的应许 我的主耶稣依然同在 现在与你同在 现在以后请大家记住 无论大家去哪里 神都应许会与你们同在 要常常记住 神赐给我们的身份与权柄哦 主耶稣十字架上说成了 一切问题都结束了 当你集中与这应许的时候 错误想把丢弃无影 总请记住你的身份全笔 记住笔长久的应许 不过的主耶稣依然同在 现在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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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蓬蓬顶峰时间 萨姆尔是每天都活在 祷告与礼拜中的 属灵顶峰 像享受属灵顶峰的 萨姆尔一样 我们也一起来拥有 向神祷告的 深深的时间吧 今天我们来做的就是 能够拥有每天每天 向神祷告的 拥有着祷告时间的 祷告存折 要准备的物品有 A4大小的材质 剪刀 固体胶 我的照片 彩色铅笔和水彩笔 贴纸 还有各种用来装饰的材料 首先我们来做存折的封面 将材质向上对折打开后 再向左对折一次 然后将材质展开 用剪刀沿着中间的线剪下来 接下来我们用手头的各种材料 来一起装饰封面 让把刀放下来 期待 再次请不吝点赞 现在呢,我们要做的是存折的内叶 将纸对折两次 这个内叶需要折两张纸 要折得一模一样 用剪刀沿着中间的线剪下来 把剪下来的纸摆放整齐 放在封面里面 把它们一一的贴起来 先贴封面那里 然后翻过来再贴一页 接下来翻过去两页 把后面的纸贴起来 再翻过来一页 用固体胶把它和最后一页贴起来 在存折里面贴上我的照片 写下我的名字 老师写的是 我是每天每天享受树林顶峰的金多喜 为了让我们每天都能祷告 我们在存折的内叶里面盖上七个圆圈 可以用固体胶的盖子来盖哦 要不就用彩笔画上七颗星 大家还可以贴上七个小贴纸 最后我们在圆圈 方框里面或者小贴纸上面 写上星期几或者树林顶峰这些字 今天的作品 每天享受祷告的祷告存折 就大功告成了 每天坐在祷告座垫上 向神祷告吧 祷告完后 打开大家的祷告存折 在上面贴上贴纸吧 每天每天祷告 每天每天在存折上贴上贴纸吧 像萨摩尔一样 每天享受树林顶峰 我们一起来挑战 这个祷告使命吧 这周 我们一起来背诵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大声诵 我们一起来大声诵一下话语吧 因此 主自己 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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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孕 身子 必顶尽 必顶尽 怀孕身子 给她起名叫 以马内利 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 阿门 希望大家 这周大声朗读这个圣句 也跟着写一写 涂涂颜色 一起来背诵吧 最后 请牧师为奉献祷告 并祝导 结束礼拜 父神啊 用我们献上的这奉献 建造起 能让237个国家的人 像回自己的家一样 在这儿受训练的教会 建造起 能够让生命的人 用话语 用祷告来医治的教会 建造起 能把Remnant们 确立为顶峰的教会吧 耶稣基督的恩典 父神极大的慈爱 以及圣灵神的做工 临在从小就享受 树林顶峰奥秘 将在学校 现场 及全世界237个国家 兴起米斯巴运动的 一切Remnant头上 他们的父母 及老师们的头上 从今时直到永远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祝爱的天父 永远爱我 赐我一马内力之福 赐给我永远不变的话语 使我九千道路何光 我永远不变咏 伯神的美国 苏川远宛 零温 soft 给我遥远不遍的花语 是我胶前道路河光 伊玛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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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我的主耶稣 伊玛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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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我的主耶稣 伊玛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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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玛内里